大家好 又到我們EQ法庭開審了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什麼叫做私人刑事檢控 我隔壁是我的好拍檔 退休法官黃宇榮 黃冠 又或者我們叫Simon 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希望你支持我們的頻道 訂閱 留言 分享 還有給多些意見 黃冠 香港有很多宗私人刑事檢控 有許智峰 私人刑事檢控的士司機和警察 又有陳志全 私人刑事檢控郭偉強 又有一位商人 私人刑事檢控郭榮鏗 因為拖延內會問題 又有一個商人 私人刑事檢控港台梁家榮處長 就著幾宗私人刑事檢控 大家以前都很少聽到私人刑事檢控的 什麼私人都可以刑事檢控的嗎 也有很多市民問我們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就找黃冠 專家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究竟什麼叫做私人刑事檢控 黃冠 好 私人刑事檢控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的 通常特別是刑事案件 原告人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是如果私人刑事檢控 一般來說就是那個受害人 又或者涉及一些公眾利益的話 那個原告人可能是一些社會人士 那個過程其實基本上跟政府檢控某一個被告人的程序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警方去告刑事罪 那警方會調查的嘛 你私人刑事檢控 你沒有調查權的 那你怎麼告人呢 沒錯 所以私人刑事檢控為什麼在香港相對來說是比較罕有呢 就是因為那個原告人就由於沒有調查權 沒有警權 所以在搜集證據的過程裡面可能有些困難 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就比較上 譬如舉個例子 有某些情況如果那個原告人是依賴一些證據 而那些證據是屬於一些公眾的資料 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既然是公眾的資料 就換一句說話 任何公眾人士都可以下得到的 那就不需要經過警方 或者廉署啊 或者其他的執法部門走去搜證 都可以取 可能就是靠一條片 或者電視新聞報導 都可以去告的 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不需要是當事人的 又不是的 譬如你剛剛舉個例子 如果只是靠一條片 那就未必 那條片未必是一個呈堂證據來的 因為那條片不是一個公眾可以獲得的 獲得取用的一個證據來的 那如果是放在上網的呢 誰人都看到的呢 都不可以的 都不可以的 但是譬如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要告某一個業主 那你首先要證明那個業主 究竟是屬於誰的單位 我們走去填土廳那裏 填土廳那些文件呢 就是一些公眾可以拿到的文件 那些叫公眾拿到的資料 那法庭在什麽情形下才會受理呢 通常呢 如果那個原告人能夠提出一些證供 那些證供呢 那個要求不是很高的 只要是能夠達到有 足夠有表面證供成立 就已經是足夠去申請一張傳票的了 傳票的意思呢 就是等法庭呢 審核過你初步的證據之後 認為有初步的證供 支持你那個檢控的話呢 法庭就會出一張傳票 傳那個被告人出來 然後到了被告人出庭的時間呢 相關的控罪就會讀出來給被告人聽 被告就會回答究竟是否認罪 那就是說呢 如果法庭受理的話呢 被傳那個人就一定要上來法庭作供了 如果法庭出了一張傳票 那個被告人不出庭的話呢 那私人檢控的程序呢 就可以再進一步了 就與其是依賴一張傳票的話呢 就我們可以再申請 深入一些 就是拿一份那些 直接叫做拘捕令了 那換句說話呢 簡單來說就就是說 如果法庭出一個傳票給那個被告人 而被告人拒絕上庭的話 就是他敬酒不喝了 那我們就要給一張罰酒 就是出了一張拘捕令 抓他 那誰去抓他呢 通常呢 如果法庭出了一張拘捕令 就由執法機構了 就變了警察抓人 沒錯 原來是這樣 但是呢 因為你自己沒有一個調查權的嘛 沒錯 那你守證其實都會很艱難 如果是這樣 因為你叫那個 有一個警察 他懷疑你犯法 他可以找你來去給口供 但是你現在私人檢控的話呢 如果你找一個被告人來 那個被告人可以不理會你的 沒錯 那你變了你可能沒有他一方面的口供 你就要自己去搜證了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就很難告得入了 沒錯 通常來說呢 私人檢控的 舉證那個責任由於在控方 就是那個原告人那裡 所以呢 那個搜集證據的過程裡面 是的確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 但是 我們要記住 所謂的我們法律有一個原則叫做控者證 就是你告人 你當然要提出一些證據 去證明對方有罪 你才能夠告人的 那所以呢 正如我就說了 如果譬如在某些情況之下 那些證據是完全依賴一些文件 而那些文件也是公眾可以拿到的呢 那法庭就很難就說 這些不可以做呈堂證據了 因為那些是公眾可以取悅到的文件 那我又真的很奇怪 如果現在有一些 剛才我提了幾宗個案 有些就可以拿到一些 譬如立法會或者其他的一些公眾的文件 但是有些呢 譬如你告一個人 那那個人可能就是 你唯一的證據 你可能就是在新聞片段那裡看得到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法官又受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不是的 有時候呢 譬如舉個例子 有一件案件呢 涉及有一個律師 他拿著這輛車在西瑞 期間呢 就後面被人 在後面撞到他的車 那雙方下車 後面那個司機呢 就當時態度很合作的 就把自己的所有資料 提供了給那個律師 就是前面那個車的車主 就答應那個律師呢 就會賠償的 但是其後呢 國有國離開之後呢 那個後面撞到那個車的車主呢 就反口了 就不肯賠償了 於是前面那個車的車主 就是那個律師呢 就去提出一個私人檢控 出傳票 告這位車主 後面那個車的車主 沒錯 結果呢 這件案件呢 就是 又是用私人檢控的方式告 結果的裁決呢 就是那個後面那個車主 是需要負責 而且需要賠償的 那他用那個證據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可能的車 那個 他自己的什麼 作供 還是怎樣 主要是依賴那個證人的作供 就是換一句說話 那個被人撞那個律師 那個車主呢 出來作供 就說出那個案發的經過 哦 那其實譬如 私人刑事檢控呢 會不會有機會被 就是很容易被濫用呢 如果是這樣 就是個個都可以 走去告人人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 理論上呢 就好像很容易被濫用 但是我們要了解呢 現在香港的法例呢 就講得很清楚的 凡是你作出私人檢控的話呢 那他讓這個部份 律政司可以在 當那個原告人 提出檢控的 任何一個階段 任何一個階段 他就可以 就是律政司 就可以介入 並且取代那個 那個 原告人的地位 那 那麼 律政司呢 有權呢 就接那個 那單案件 自己做 進行檢控 亦都可以在某一個階段向法庭申請終止那個檢控 它可以終止的 那在什麼情形下律政司應該要接手 什麼情形下律政司應該要提出終止呢 檢控的守則就是這樣說的 通常進行一個檢控 主要是依賴幾方面的標準 第一就是究竟那個政工是否夠強 第二就是究竟會不會有一些公眾利益的元素涉及 如果有這兩個因素的話 正常的情況之下律政司就會進行檢控 即是他會介入進行檢控 那在什麼情形之下律政司就終止它 如果譬如律政司覺得這件案件是瑣碎無聊 又或者刻意找來搞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律政司就可以要求 向法庭作出一個申請就終止這件案件 那就是有機會私人刑事怎麼控都可以無理取鬧的 當然啦 現在其實有很多人在外面根本上自己受到某些冤屈 但是根本上他的冤屈根本上沒有侵犯他那個人 沒有任何的刑事成份的 他的行為沒有刑事成份 但是他那個所謂的受害人就自己 吊氣不順 簡單來說 於是就用一個刑事的檢控方式進行訴訟 但是如果這樣很無理取鬧式 那為什麼法庭又要受理呢 所以我剛才說法庭就看上去表面證供了 表面證供 表面證供呢 表面證供呢 通常那個要求是很低的 哦 很低的 簡單來說就是說 眨眼看上去 似乎有表面證供 有足夠證供可以審理哦 這樣就已經夠了 那私人刑事檢控 我們知道打官司很貴的嘛 那私人刑事檢控就很貴了 是啊 沒錯 如果譬如你自己不熟悉法律的話 你是需要請律師 或者有些案件是需要請大律師進行檢控的話 那就是普通律師和大律師就照正常收費這樣 就去幫你 幫那個原告人提出檢控的 那就是其實沒有錢就做不到這些東西的 無財不行 無財不行 但是如果是這樣 那你那些有錢的那些會不會很容易利用這樣的平台 去欺負一些人呢 去欺負人 我不妥理 於是我就私人刑事檢控你 我絕對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始終我們都要說回 究竟那個證據是否充分的 因為法庭呢 若是一個正常的法官都會看回一件案件 究竟那個表面證供是否充分 如果是不充分的話呢 法庭就不會接納那個申請 不會簽發一些傳票傳被告人出來答辯 那如果現在有些人呢 就去搞眾籌 籌錢 跟著就去告人 那被告那個可能又沒有那麼多錢的嘛 那你沒有錢跟他打官司 你就很吃虧了 可以這樣說 而且眾籌是有一個風險的 因為眾籌者呢 可能會乾犯一條刑事控罪的 所以千萬不要亂參與一些眾籌的活動 至於那個被告人呢 如果那個經濟條件是比較弱的話呢 那他如果覺得不公平的話呢 好在香港還有一個機制 就是法律援助呢 他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向他提供一些法律意見 又或者幫他提出抗辯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來呢 就是之前就很多人就 就是用這個司法覆核 去挑戰一下 一些程序等等 那現在呢 我們又看到越來越多 這些私人刑事檢控的案件出現 那我們又真的看到有些人 就眾籌去籌錢 跟著就去私人刑事檢控其他人 那這個風氣呢 其實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對香港未來整個司法制度 會不會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呢 我想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不過呢 我想提一提的就是 現在我們的司法機構 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多很多案件 在那裡擠壓在那裡 我就一度跟進 譬如那些賈蘭文的案件 現在去司法覆核 講幾千宗 就是我們的司法機構 根本就排了長龍 很多案都審不了 甚至我們現在 現在譬如 違法佔中啊 或者那些反修例那些暴動的那些案 其實排期都排得很長 那這些私人刑事檢控的案件 如果再出現得多些呢 那其實會不會令到我們的司法機構 更加不勝負荷呢 是 其實呢 講到司法機構 現在面對很多 即刻繼續住的案件呢 我自己個人看呢 真心說司法機構呢 就是很多東西 欠缺一些前瞻性的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方法處理的 只不過是到目前為止呢 至少我自己不知道 究竟它有沒有採取一些必要的步驟 這個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是啊 我們有很多東西講的 其實你剛才講的另外一件事 涉及到法援呢 法援也有很多問題 是啊 也是另外一個議題值得講的 究竟法援有沒有人能用呢 我們呢 接下來一些 下幾集呢 我們都可以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好啊 那大家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想問王冠啊 或者有些什麼 和法律有關的問題呢 都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記住呢 多些留言 多些分享 還有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要拖過我們下一集啊 好 多謝各位